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家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有網友就質疑說 你這是不是救護的速度太慢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維安的反應也慢的離譜呢 因為那個他是打兩槍嘛 那第一槍事實上是打到頸部 那第二槍才打到心臟 那那個槍事實上聲音非常大 我們一聽到聲音 很冒煙 那就表示那個槍並不是很精良 就是一個個人變造的一個手槍 那為什麼在 所以他並不是很快的可以發兩槍 他中間可能會隔個零點幾秒 他兩管 對 可是他發兩次嘛 對 所以是每一管打一枚 那中間總有隔個零點幾秒 那旁邊的維安在幹什麼 對 維安你看那個雷根被槍 被槍擊的時候是有人鋪上去 幫他擋子彈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安倍畢竟是卸任的首相嘛 所以他維安 我估計至少有六個人啊 六個人 並不是沒有維安 有維安 有啊 有 可是可能維安大部分都在看前面 對 因為群眾在前面 那有關他背後的維安可能做得很鬆啦 有可能就是只有一兩個人在那邊看背後 而且事實上因為這個亮哥還有賴老師 你看他其實背了一個這個 他偽裝成照相機啦 就是那個炮管照相機嘛 事實上那個就是槍啦 那當然在後面 然後又近距離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只距離三公尺 對啊 而且他是在後面還拍手 拍手 對 聽言講還拍手 然後慢慢慢慢靠近你 那這個實在是難以想像 因為比如說我隨便舉例啦 比如說蔡英文 蔡英文如果要到一個地方要停下來 那要讓人群接近 我們還有金屬探測器 還要弄出一個步道 說只能夠從這個地方進來 那中邊還要圍開幾公尺 對 所以日本 當然台灣的那個造勢演講 一定會在一個定點啦 那以安倍這個級別的 一定都上千人嘛 可是日本常常有那種小場的演講 就是 對 那他因為奈良這個地方 治安真的很好 而且我去查了數據啊 2018年日本的槍殺案 只有九件 奈良啊 不是全日本 全日本 槍殺案 治安真的很好 那美國是三萬九千件 所以日本人就覺得這種事情怎麼可能發生啦 而且奈良又是一個特別安靜的地方 所以坦白說啦 就是大家就是完全沒有準備啦 而且那個兇手看起來就是普通人的樣子 也不是像這個賴老師一看就像個軍官這樣 就是他也不像個軍官啦 說實在 雖然有過海上智慧官的經歷 可是真的不像 應該是隊員啦 我看起來是士兵 就是服務三年的 服役三年的那個施定 就是不會引起注意啦 一個平常人啊 是這樣 所以 這裡面當然 維安的部分需要檢討的地方是太多了 確實 所以才會在近距離到三米的這個情況之下 槍擊再槍擊 幾兩發 安倍倒地 然後特勤維安呢 就被質疑 是不是真的失職了 很多的這個國家領導人呢 已經表達了哀悼之意 我想動作蠻快的其實呢 是這個美國的前總統川普 他在社群發文 他特別強調說 安倍是我真正的好友 是美國的好友 都在為他跟他的家人在祈禱 但是後來呢 我們才看到 在安倍確定身亡的這個消息 傳出來了之後呢 剛才最新最新呢 我們看到的呢 這個是印度的總理莫迪 莫迪他表示震驚與哀痛 甚至還宣佈 印度要在明天舉國哀悼一天 那我想這個其實反應是 強度是特別高的 那但是呢 反觀就是在美國方面 有什麼樣的反應呢 到目前為止沒有看到 拜登個人的回應 但是由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他說我無法表達 我們有多難過與關切 我們的心思和祈禱 與安倍和他的家人同在 與日本的人民同在 你也看到了 有白宮的發言人的說法是 對安倍遭遇暴力攻擊感到震驚悲傷 心思與他的家人及日本人民同在 我想布林肯跟白宮發言人的這個說法 是差不多一樣的 不過呢 這個好剛剛也插播一下蔡英文 也說安倍原定7月底訪台 但是他在臉書上面 蔡英文也已經表達了遺憾 非常的痛心 但重點就是為什麼拜登沒有什麼回應 到目前為止 那反而是這個莫迪 甚至還要舉國哀悼一天 你怎麼看 拜登可能跟他不熟啊 因為安倍是碰到川普嘛 所以我覺得美國沒有太大的差別 當然那個對安倍來講 他會很遺憾川普把那個TPP給退出嘛 所以後來日本只好自己去搞CPTPP 除此之外我覺得安倍的意識形態啊 簡單講啊 就是他的簡單講要成為正常國家啦 然後自衛隊要變成正常的軍隊啦 這些主張美國並沒有同意啊 所以安倍並不是美國所同意的路線啦 那事實上也一直在日本沒有浮上檯面 就是說成為真的政府宣示要追求的目標啦 那只是一直都有比如說 安倍的系統像西田派啦麻森派啦 陸續都有個別議員這樣主張 可是從來政府從來沒有這樣講 因為這個正義太大 因為你一定要修憲嘛 那目前看不出來日本要修憲 尤其是岸田 因為岸田文雄就是一個 比較是屬於我們廣義講 叫做現實主義派啦 他並沒有那麼多意識形態啦 就是像安倍這樣 有一點歷史使命的感覺啦 我覺得這個跟他家族有關啦 就從岸信介這樣一路下來的 那就對認為說安保體制 就是拘束了日本的發展啦 可是他又不能大大大大地去講 因為這樣會得罪美國啊 你等於就是要推翻和平憲法嘛 那是要推翻美國制定的體制 對 所以 所以 剛賴老師講的 我是覺得值得觀察就是說 安倍他不幸過世啊 他會不會使他變成他那個派系的英雄啊 然後有些人就是要追隨他的遺志啦 然後就開始搞政治運動 這是一種可能性 那另外一種可能性就是 因為岸田派 日本國會是這樣啦 日本國會是465席嘛 那 自民黨大概291席 那岸田那個系統只有46席啊 那系田是96 系田派有96啊 那 對岸田文雄來講 他會不會想要去吸收系田派的人 就是這個值得觀察啦 就是說 因為坦白說 像安倍那個輩份的政治領導人 真的很少 所以這次對西連派真的是重大打擊啦 就是 因為日本跟東方文化 我們台灣也一樣啦 就是那個輩份倫理是很重的 所以 安倍67歲大概就是 這個日本政治裡面的大佬嘛 那跨派系都要對他有點尊重 所以他雖然沒有職位 可是影響力還是很大啦 可是一旦他不在了 那系田派有這樣份量的人嗎 那一旦沒有的情況下 岸田派就有機會去吸收嘛 是 所以 所以我是覺得這兩個趨勢 都有可能性 可是不太一樣 一個是 就是安倍的路線就會浮上檯面 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把它弄成 一副這個 那個為國為路線犧牲的那個形象 這個我們還不知道 就是 要再看未來一個禮拜 就是所謂的打杯琴牌 對 不無可能 對 好 不過 我們剛剛其實有網友說 為什麼印度是這樣舉國哀悼 那臺灣 臺日關係不是很好嗎 而且是我們今天 搞不好明天就跟進了 你不要低估 不會吧 你不要低估 真的嗎 我跟你講今天臺灣的狀況 柯文哲 朱立倫跟蔡英文 那民進黨就不用講 民進黨是幾乎 everybody 每個人都貼臉書 都貼臉書 愛道 那大咖的賴清德 蘇貞昌 我幾乎每一個都看到 還有縣市長 那朱立倫也貼了 柯文哲也貼了 就是一面倒就是 就覺得非常可惜 日本從來沒有 這個級別的政治人物 這麼公開支持臺灣 因為認為什麼 事實上最挺臺的 那不是支持臺灣 那是支持臺灣的民進黨 我覺得還是要分 可是問題是朱立倫跟 那朱立倫應該看文哲呢 實在是朱立倫是腦袋有問題的 恭喜英國 賀喜英國 我們只要看一件事情 就是他辭職的消息一出來的時候 英鎊只跌反彈 你就知道說英國怎麼看這個事情 因為所有的這個政治人物 能夠影響匯率的實在不多 他辭職聲一出來的話 很多人跑進去買英鎊 你看就表示 英國要往好的方向反轉了 剛才我們提到他的誠信問題 或者任用那個副黨邊的問題 因為副黨邊在他們保守黨裡面 就等於是一個紀律大臣 就是管所有的他們黨幹部 或者國會議員的一個紀律大臣 就紀律大臣的這個性醜聞 這個昭然若欺 這個讓媒體都炸鍋了嘛 那可是這絕對不是唯一的原因 他只是駱駝背上最後一根稻草 怎麼說呢 前段時間他的財政大臣辭職 這個財政大臣是公認是很專業 又懂得去處理目前 英國這個財政經濟問題的人 英國現在問題困難到什麼程度 這上個月通貨膨脹率是11% 英國都已經快炸鍋了 然後這個財政大臣 早在這個到達11%的通貨膨脹率之前 就跟他遞出了幾個要求 我們怎麼趕快去處理通貨膨脹 財政政策怎麼弄 我們貨幣政策怎麼弄 結果遞給他 他看都沒看 他幹了什麼事呢 就是你剛才講的 倒到烏克蘭去表演 所以這個財政大臣等了好久 你也都不決策 一直都擺爛 也不管 然後勞工的生活困難 就開始很多勞工會在騷動了 那英鎊一直都跌跌不停 所以對整個英國的經濟情勢 是雪上加霜 再加上更扯的 有關於這個脫歐的協議 跟歐盟的協議 他有幾個條款 一戰的顛山倒是 翻來覆去的變動 搞得歐盟都很不爽 所以兩邊的經濟運行 都碰到很多困難 不管是投資 交易 貿易 都產生混亂 那再加上防疫成績又有夠差 自己開Party 對對對 因為很過差 所以英國人在這個 種種問題裡面發現說 原來所有的問題的原因就是你 沒有別人 抓到了 就是你 你想想看 通貨膨脹破在美景 能源價格高漲 然後財政大神說 報告首相我這個方案 我們趕快要決定 123要選一個 結果你放在你辦公室不離 跑到烏克蘭去表演 那也不能怪他 因爲什麼 因爲他是電視編劇出身 他說他推賭信 一把政壇當劇場來表演 已經變成習慣了 那他也覺得這樣表演 可能會讓他的民調上升 不要忘記啊 政治是要講什麼 講基本面的 不能老是玩那種技術面的東西啊 技術面的東西股價不會漲啊 這基本面的東西 不好股價會下跌啊 所以他現在就被下來了 那今天早上 我一醒來就發現 金融時報發了社論 說他應該下台 金融時報在英國是何等的 份量的報紙啊 很少見說 一大早正式用社論讓他下台 我就馬上在臉書上 隸屬他的罪狀 就剛才我講的那些 這個不下來英國會很糟糕的 結果他剛開始講說 撐到10月嘛 那我就懷疑 你這種狀況你撐得到10月嗎 英鎊你再不下來 英鎊會一直跌啊 結果他現在果然撐不住了 因為他剛任命的人 馬上要他下台了 那你看看 這個人的施政是很誇張 他用的外交大臣 不懂外交 不是沒有外交之力 是完全不懂外交 還被那個俄羅斯外長給洗臉 那個國家不在那個邊的 你搞錯了沒有 第二個他用的國防大臣 不懂國防 從來跟國防沒有關係的 你說你叫英國的媒體各界 英國是一個保守的 主張精英統治 所以他們很多的領導階層 都一定要受過很好的教育 有很多的很好的經歷 不會像美國會幹那個什麼 會把那個煤礦老闆的老婆 派去當聯絡國大使 不會幹這種事的 但是開先鋒是誰 就是強生 所以已經破壞了他們內閣制的 基本的精神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所謂的副黨邊的 這個性醜聞的問題 這真的是最後一根 把所有人的氣都凝聚在一起了 本來財政大臣的處理 通貨膨脹的方案 可能大家還會有不同的意見 搞到現在 大家已經沒有別的意見 就是要他下台才能解決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 Johnson他當任英國首相 剛好到七月份滿三年 這三年期間裡面 他有風光走向衰落 真的值得所有的政治人物引以為賤 引以為賤 很多基本面該做的事 不要想用文青式的語言 想用這個掩蓋謊言 明明這個論文就亂抄一通 還可以找很多人出來幫他講話 那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委員請教你剛剛講說這個 不太懂外交是這一位嗎 英國外交大臣特拉斯 來一個最新的消息 這一位外交大臣特拉斯 他現在人 其實應該是在印尼的巴厘島 原因是他是外長 他要去參加G團體的外長會議 不過就在剛剛 他發表了一個最新的聲明 他表示說 他要提前退出印尼G團體的外長峰會 原因是因為要趕回去 要選總統選首相 還要希望能夠爭取保守黨的 他如果選首相的話 英國又開始亂亂 他發了一個最新的一個聲明 他說呢 這個PM做了一個很正確的決定 強森做了正確的決定 然後呢特別提到了 說現在的政府取得了很多的成就 好 其實還是要先撥一下嘛 說你做得很好 你做得很好 但是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冷靜 團結找新的領導人來繼續執政 好正確的決定 來兵哥 現在他講說他做出了一個正確的決定 除了呢剛剛我們講了很多人在逼宮之外 馬上有人選出來啦 強生還一直說沒關係 我可以做到你們找到冷選為止 哎已經有人出來競爭走 聽說不只他一個 聽說有好幾個人都要出來競選 很多人都想這個位置想很久了 不過我覺得他非常奇怪 你G20這是其實正好是一個 你可以表現的舞台不表現 結果要跑回國內去參加政爭 這個我聽起來非常奇怪 而且本來你不是英國跟法國這些國家 你們不是講好準備在集團體 準備要洗俄羅斯的臉嗎 那現在你就臨陣脫逃 就溜回去 他還鷹派 他大鷹派 對啊 所以這樣子 你一個你可以表現的舞台 你不表現 然後你反而回去 我覺得他回去就被淹沒在裡頭了 所以我認為他絕對不會當到首相 我是這樣認為 因為我覺得他的判斷是有問題的 那Boris Johnson其實說起來是我們同業 因為他報社記者出身了 所以他也當過編劇啊 也當過很多 因為他是文學作家嘛 所以這個人大概蠻浪漫的我在想 所以你看他那個頭就非常特別 那難怪他跟哲倫斯基會心心相襲 因為哲倫斯基演員嘛 他一個編一個演 剛剛大家兩個配合的很好 可是Boris Johnson其實他本來昨天嘴還那麼鐵 為什麼他今天會變卦 因為昨天晚上他辦公室在研究 發現他自己保守黨 支持他人都不到五分之一 換的首相會不會比較好 為什麼昨天不辭 今天突然改口說 哎我馬上走 因為他昨天認為 至少國防大臣幾個 他認為他自己的核心幕僚都在挺他 結果昨天慢慢 昨天晚上據說一個一個就跑掉了 然後很多人就算表面上沒走 私底下都去跟他講說 你你如果再不辭職 我就真的要直接告訴大家我要走 然後他自己評估的就是 他們自己保守黨內部 假設下個禮拜真的要來不信任投票的話 他可能連65票拿不到 你知道連這個唐寧間的貓 不知道誰幫他發了一個推特寫什麼 那個賴瑞這隻貓 他想說我再也受不了了 不管怎麼樣 只要是他在我就走 要嘛他走要嘛我走 連貓都這樣講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啊 你要知道 如果跟這隻貓比起來的話 他住比較久 你們是來來去去的 貓才主人是不是 他才主人 搞不清楚 所以他已經看強森幹得很煩了 尤其天天在那邊搞 那天有的沒的 但是他有沒有注意到 強森剛介大使啊 然後委員都有講 這個人很混 然後很多東西都不處理 可是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 我們的蔡英文總統不也是這樣嗎 都一樣啊 比他還更誇張 任用一大堆像吳釗燮啊 陳吉仲啊這些 然後陳明通 陳明通可以從陸委會主委 變成國安局長 對不對 他所有的閣員位置都可以調換 可是蔡英文一樣做得好好的沒事啊 所以必須承認英國的政治 還是比台灣先進一點 我跟你講 但是現在一個問題來了 就是第一個 最支持 澤倫斯基的一個人消失了 對 所以對澤倫斯基來講 他馬上陷入很大的危機當中 第二個你要知道 過去喔 拜登你以為他的決策會比 強森果斷嗎 也並沒有耶 美國內部很多重大決策 他也跟強森一樣拖拖拉拉 比如說 你到底要不要降中國的關稅 到現在都沒搞定 對不對 所以 其實拜登跟他也是不遑多讓的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你過去因為在 整個支援烏克蘭的上面 有強森跟他一搭一搭 拜登可能還比較容易下決心 那少了這個之後 我看拜登恐怕更難下決心了 那英國顯然會陷入一段時間的混亂 因為他們通常大概至少要兩三個禮拜以後 才有機會選出來 有的時候還會拖更久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英國可能暫時對烏克蘭的資源 就不會像過去這麼強烈 那我覺得這兩三個禮拜恐怕是一個非常關鍵期 也就是因為我們都知道 俄羅斯跟烏克蘭之間的戰役已經到了一個關鍵的時刻了 因為烏東已經差不多都被俄羅斯掌握住了 那現在很多人在講說到底是要談判 還是要讓俄羅斯一路打到聶伯河 所以那現在剛好失去了英國這樣一大澳元之後 我個人覺得一個談判的契機出現了 因為鷹派消失了嘛 一個鷹派消失了嘛 所以我覺得德法搞不好會趁這個機會 讓一和談開始可以產生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這裡幫你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打架完之後呢 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呢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